红鸡卯儿媳妇周嘉卫顶着大肚子出席美容活动 怀孕周期已经有六个多月的她 明显已经出现浮肿现象 她自报医生警告她体重超棒 希望她在饮食方面可以有所节制 但是对她来说当然很困难 其实现在 其实都跟大家说吧 我前天去看医生 医生跟我说我太胖 因为我在一个月之内胖了 中了10磅 那10磅呢 她说如果你下一个月来 看我从现在一样那么重就最好了 我说哇好难 其实都 她说如果不是你之后会好难减 但是我现在就 肚子饿都想吃 之前因为要拍广告不敢吃 就是睡前就不吃烧夜啊那些 但是现在我觉得都放 可以放松一下吧 不要那么紧张 但是医生又这样说 我现在就好大压力 周家卫在活动前一天 与老公洪天明 出席了好朋友 唐盈盈和钱佳乐的婚宴 也许知道自己身怀六甲 第二天又有工作 周家卫在婚宴还没结束 已经会场 但是爱完的老公洪天明依旧不肯走 最近两年周家卫的一众圈中姐妹 包括梁静奇 文宋贤 姚乐盈 汤盈盈等先后成功嫁出 并已先后怀孕甚至生孩子 但是只有她跟洪天明这一胎是男孩 周家卫孝宴儿子出生以后 不用自己去找已经有一大堆女朋友 对啊 好多女朋友啊 现在盈盈啊 Margaret啊 还有满蕾啊 她们全部都是女 好像爸爸一样 也不不便 就好开心 所以应该帮她找多一些男性的朋友 比较好不要太多女性 好像爸爸一样 那么受女性欢迎 其实都好的 因为天明好多人很爱她 男人女有女的容 所以我都觉得 我也多了 因为她我也多了女朋友 但盈盈也是因为她 当了我一个好好的姊妹 所以我也挺盈盈开心 跟我可以一起游小宝宝 一起生一起养大他们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